全球笔电一哥联想表示了 今年市场的竞争会更激烈 他们的目标要抢攻NB双位数的市占率 平板电脑将会以商务应用为主 出货目标有双倍数成长 而集团的母公司联想控股 渴望在下半年在香港上市 集资额上看30亿美元